根据投信投雇工会统计 台股投资人有95%都有买ETF 但是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吵架说 到底是高股息比较好呢 还是市值型的ETF比较好 这个也是目前台股ETF的前两大主力 今天我就来跟你聊一下 怎么选ETF才能够赚最多 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按赞订阅 再追踪我的IG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盘氏看法 嗨大家好我是楚狂人 去年高股息ETF的绩效突然往上喷出 本来大量长期持有的是 稳定配息的电脑周边股票 摇身一变变成AI大标股 2023年跟着挥打起飞 第一棒受惠的呢 就是0056跟00878 正好遇上了台积电 他还在努力的去库存 加上2022年股债双杀导致元气大伤 所以ETF的投资主流跟投信主要的发行 他会变成高股息ETF满大街在跑 不过进入2024年以后 AI社会族群终于轮到了台积电 台积电今年1到10月的涨幅接近80% 加上电脑周边股票全部都涨多拉回 市场的资金全部重新回到台积电相关产业链 所以高股息ETF去年上涨三四成 加上配息10%以上的惊人报酬 直接就被打回原型 而市值型ETF呢 又因为持有大量的台积电 于是又开始反向超车高股息ETF 这个也是市值型跟高股息 两派在长期争论的主要原因 因为所有人的资金都有限 考量到机会成本 当然会想要把钱都投在 绩效最强的ETF上面 也变成高股息跟市值型ETF 一直都是二选一 如果你运气好 买对了就有高报酬 选错了可能要套牢一年以上 到现在还有一些高股息ETF 是跌破发行价 一直占不回去的 其实两者就像是个股投资一样 市值型的ETF就像成长股的股性 它是高成长低配息 而高股息ETF的股性就很像是牛皮股 每年呢我就稳定的给你配息 但是偶尔会有资金涌入拉台 牛皮股也有可能飞上天 两种ETF的本质跟运作 它完全是不同策略 如果你是退休族 或者是你本来就是富人 那当然各半买会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本多中胜嘛慢慢买慢慢看 但是小资族很多时候它只能二选一 而且选错的机会成本更高 因为资金小 所以分散投资意义也不大 投资绩效不止完全拉不起来 还有可能因为乱买而增加风险 这就变成说大多数人投资ETF的最大痛点 所以我今天要来提供一个解法给你 首先要说的是 大家不管是选高股息还是市值型 通常拿到配息就应该要继续再投入进去 而且定期定额也会买一样的ETF 希望可以加速复利去滚雪球嘛 但是这边我会建议你 调整一下你的投资方式 做法是呢 你先买高股息 然后再把配息拿去买市值型的ETF 这样子你就有机会可以一鱼两吃了 顺便你可以累积你的实战经验 简单来说因为一般上班族的本金都有限 每个月可以投资的资金不会太多 所以干脆就全部先all in在高股息ETF 反正股息会先拿到 而且也会拿到的比较多 就算是左手换右手其实也没有关系 这时候呢 再把配息的钱投入去买市值型的ETF 当你做个两三年之后 再把两档不同策略的ETF拿出来对比 他们的绩效跟风险 因为你两个都有买嘛 所以你不用担心二选一选错的问题 做久了就会知道你适合哪一种ETF 你就可以去选择把不适合你的ETF出掉 因为是真金白银的进场 一定会比你单纯是看过去数据回测要强太多了 三年回顾韩席的绩效包括了2022年 前面说的是理论 但是要怎么选择其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目前市场上的高股息ETF有几十档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简单一点 回到市场投资角度去思考 买高股息ETF当然就要挑绩效牌前几名的 我这边列出三个条件 第一要考虑近期的绩效 第二它的上市时间要够久 第三规模至少要千亿以上 符合条件的有三档分别是00878 0056跟00713 00878是AI最大受惠者 0056是台股最老的高股息ETF 00713近五年的绩效都很不错 而且还相对抗跌 至于市值型我们就简单用0050当作设定 我们分别用这三档高股息来试算 2022年至今的绩效 高股息ETF跟市值型ETF 都是一拿到配息的当天就在加码投入0050 每个月刚开盘就买进3000元的高股息ETF 看一下从2022年的1月到2024年的10月 一共34个月 总共买进的资金是10.2万元 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呢 第一组是00878定期定额买 继配息的股息全部都投入到买0050 总共可以累积5289股的00878 市值是12.2万元 另外0050也可以买到315股 市值有6.18万元 合计总市值是18.4万元 三年不到的总报酬来到了80.48% 这个成效其实还蛮不错的 第二组是0056定期定额买 继配息的股息全部也都是投到0050 0056总共可以累积3188股市值是12万元 0050可以买到350股市值是6.9万元 合计总市值是接近19万元 同期总报酬率来到了85.85% 绩效更漂亮 最后一组是00713的定期定额 继配息的股息全部都投入到0050 00713可以累积到2247股市值有12.8万元 0050则可以买到427股总市值是8.4万元 合计高达21.2万元 投资报酬率是超过一倍的108.08% 从市值来看三档高股息都有12万的市值 高于本金的10.2万元 所以都没有套牢是有赚钱的 另外0050则累积到6到8万元不等的市值 所以从这样的数据来看 定期定额买00713显然是比较好的选择 你不只是赚到了资本利得 你还赚到了股息 而且0050也可以持续投入更多资金去加码 听专家说的一嘴好投资 不如你自己亲自走一遍 这一次分享说用一笔资金去投资两大种类的ETF 但是呢我们也不分散 如果买00713再拿股息投入市值型ETF 0050可以滚出来8万多的市值 就非常接近你本金投入的10万块钱 这个就是一鱼两吃的最大效益 而且你不用担心会选错ETF搞到你遗憾终身 多好 我是主狂人 看完影片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